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于4月26日在北京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逐致演讲 习近平强调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目的是聚焦互联互通 深化务实合作 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 实现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首届高峰论坛的各项成果顺利落实 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 从亚欧大陆到非洲 美洲 大洋洲 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 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 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 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做出了新贡献 成为共同的机遇之路 繁荣之路 习近平指出 共建一带一路 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 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 顺应各国人民过上更好日子的强烈愿望 面向未来 要聚焦重点 深耕细作 共同绘制 精紧细腻的工笔化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 不断前进 习近平强调 共建一带一路 关键是互联互通 应该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 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中国将同各方继续努力 构建以新亚欧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 以中欧班列 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为股价 以铁路 港口 管网等为依托的互联互通网络 习近平宣布 中国将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 加强制度性 结构性安排 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第一 更广领域扩大外资市场准入 第二 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 第三 更大规模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 第四 更加有效实施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第五 更加重视对外开放政策贯彻落实 习近平强调 中国扩大开放的举措 是根据中国改革发展客观需要做出的自主选择 这有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有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有利于世界和平 稳定 发展 希望世界各国创造良好投资环境 平等对待中国企业留学生和学者 为他们正常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活动 提供公平友善的环境 中国坚信 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 将同世界形成更加良性的互动 带来更加进步和繁荣的中国和世界 俄罗斯总统普京 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埃及总统塞西 智利总统皮尼拉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汉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也在开幕式上致辞 丁薛祥 杨洁篪 胡春华 黄坤明 蔡奇 王毅 肖杰 赵克志 何立峰等出席开幕式 本届高峰论坛的主题是 共建一带一路 开创美好未来 由开幕式 领导人圆桌峰会 高级别会议 专题分论坛 企业家大会等系列活动组成 来自150多个国家 和90多个国际组织近5000名外宾出席本届高峰论坛